DSE 2021 ICT P1A MC第六题 这一题都是只有50%学生 就是答对 这里是问Web Processing Software 里面的Table of Contents的功能 按一般来说都是类似一个这样的模式 有一个目录Table of Contents 这里有一些Chapters的名字 每一个Chapter的页数 通常都会显示在Table of Contents里面 基本上这些都是Hyperlink 就是你按下去就可以自动跳到这个页数的Chapter 现在我刚才问如果我准备Insert一个新的Chapter 究竟接着会发生什么事 或者接着要做些什么呢 好我们逐个看 A就是我们要输入一条公式去计算Page Number 这个很明显是错的 因为基本上Page Number 它是Program会自动Update 所以这里立刻都回应了 不过C很大机会是对的 就是Page Number 基本上它是会auto-update 不过我们看B和D B 我们需要在目录里面 输入那个Chapter的名字 这个很明显是不对的 不需要这样做 而D就说 我们插入新Chapter之后 他就一定会在最最后的Chapter里出现 这是不一定的 因为新Chapter都可以塞ưới两个Chapter中间 不一定的 Beta Number 所以未必会发生 所以答应应该是C 感谢观看